你知道在非洲建一栋小别墅有多容易吗 只要你花1100块钱买25个汽油罐 一天之内你就可以有一个家 不仅便宜耐用 而且有房就能轻松娶到媳妇 福德小是非洲一个岛国 虽然天然资源匮乏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 国土面积小穷人多 但人口少政治稳定 生活质量可居非洲各国前列 这一节要归功于汽油桶 在我们眼里 它可能是个可回收废品 也可能是个装东西的人气 但在三不一小罐 五不一大罐的非洲佛德角 汽油罐却是许多天才 手艺人的亲头包 不管是塑料的还是金属的 不管是完整的还是破碎的 只要它是汽油罐 那就一定会被使用被改造 甚至它们连国旗 都是插在汽油罐上的 汽油罐的最强王者牛哥 正在向记者介绍他的伟大壮举 不难看出 这间南白乡间的房子 是牛哥用汽油罐 纯手工建造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家具 电器 宠物 以音俱全 家里被妻子打理得紧紧有条 房间里充满了温馨 客厅还贴满了各种明星海报 小李子年轻的亮照极为鲜艳 甚至连儿子的名字也叫莱昂纳多 看来这又是小李子一个中学狂热粉 牛哥当初为了成为汽油罐的最强王者 可谓是煞废独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 吃饭 睡觉 上厕所 都在想着汽油罐 每天都给汽油罐念念不忘 好在老天不会放弃每个努力的人 牛哥成功地建造了现在的家 他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很满意 但美中不足的是 房间太小了 他和妻子挤在一间 而两个好大儿却只能靠捡来的床垫 每天在客厅打地铺 大儿子马上就要18岁了 为了儿子成为友方一族 顺利娶到媳妇 牛哥打算再加盖一间房送给儿子 牛哥其实是一个建筑工 虽然自己有一种盖瓦房的技术 但是由于经济有限 住铁皮房也实属无奈之躯 佛德角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 这不工地上的工友 听见牛哥要加盖房间 下班后立马就赶来了 与此同时 他订的25个气候罐 也送货上门了 工友们赶紧小心翼翼的 将这驾驶1100的气候罐搬下了车 建造房屋的气候罐要求并不高 只要还是完整了就行 一个工友认为 将筒子开膛破肚 要求也不高 正准备一锤子砸下去 立马就被牛哥制止了 吓得他直呼 兄弟别这样 要成废桶了 他告诉工友 要这样用电锯从边缘慢慢切下 再用锤子一点点砸平 这样就可以得到完整的铁皮了 砸铁皮的牛哥很兴奋 他告诉记者 改造气候罐是他最喜欢做的事 看着气候罐在他手中 从圆到扁 再变成自己想要的房子 让他自行满满 而一块块铁皮 在他眼中也如西施一样美丽动摘 牛哥的家 住在这座山的最高处 给俯瞰整座城市 是看风景的绝佳位置 所以当气候桶全部被砸成铁皮后 还要将其运到山上去 但他的边角十分锋利 一不小心就会割伤人 所以大家搬运的时候 就要十分小心 一路上有说有笑 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一阵狂风齐犬而来 大家不得不把铁皮放在地上 防止被刮走 而最后这位小哥 则会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愣是一直举着 看着不羁的站姿 这哥们绝对内心在狂喊 来啊 你来 谁怕你 好在老天没有听到他的狂喊 总不一会就离开了 25块铁皮 麻溜的被运上了山顶 但虽说是汽油罐造房子 但也算是个大工程 光有铁皮是不够的 牛哥又准备了些许木头和根基 牛哥的大儿子也过来帮忙了 此知他开心极了 因为他终于要有自己的房间了 他们首先 用木头勾勒出房间的框架 再将铁皮一块一块地盯上去 几小时候 四面墙拔地而起 接着牛哥爬上去 左钉钉右翘翘 房间的四面墙就固定好了 然后又用几块铁皮 封住房子天灵盖 牛哥不仅亲自 为儿子开了一扇窗 还亲自为房子命名 就这样 一间新房间就建成了 有位不点赞的网友问道 这种房子夏天不会热吗 牛哥可以很负责身地告诉你 热是热了点 但扛得住 而另一边 有两个小哥还在成为最强王者 奋斗着 这是佛德角首都 普拉压的第一大集市 这里什么都满 二手气候罐更是无处不在 这两位破具街头艺术的小哥 正在这里挑选核心意的气候罐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 不要选古包的罐子 要那些比较沉的 质量坚固的 左摸摸右点点 成功地选好了新一个气候罐 最后仗着自己的帅脸和老板娘 盘了盘亲戚 成功地让原价84亿个的气候罐 降到了68亿个 接着兄弟俩化成街头行为艺术家 跟单手开法拉利一样 穿过大街走过小巷 越过天桥 来到了他们的小作坊 他们要开始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他们接到的订单是制作一把小铲子 首先将汽油管开膛破度 几次手脚并用 将其踩平 再用小锤一点点砸均匀 即使是个小订单 哥俩十分严肃认真 只见他们掏出全尺 仔细测量需要的宽度 精准切割 很快就得到了 做铲子需要的铁皮 估计不到汽油管的十五分之一 好家伙 这个汽油管 要是都做成铲子 那几乎是可以做十五个 一个十块也是一百五十 血赚啊 接着小哥左翘翘又膜膜 主体立马就成型了 接着又取下了油漆换上的布圈 不仅做成了手柄 还做了锚钉 一番组装 有模有样的小铲子就做好了 小哥对自己十分自豪 很开心自己能顺利完成工作 除此之外 小哥做了几年的铁锅 也仍然在坚守岗位 废酒冰箱也被做成了鸡窝 正是凭借这些小工具 还做出了通电的灭桌 黄金圣手就是牛啊 但俩小哥却认为自己只是黄金段位 还需要努力学习 并希望自己以后 在秋冠行业成为最强王者 走出佛德角走向世界 好了 希望小哥的愿望早日实现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给你一个球换 你能干得啥呢 喜欢请尝点赞 下期见